KPMG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于继龙主席 宋文奇国策顾问 贵买中心林英贵副总经理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林美雪副处长 在座的贵宾 以及社会企业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我想感谢KPMG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稍微报告行政院推动社会企业健全发展的最新进度 我想先感谢KPMG过去几年 对于社会企业所做的诸多协助 KPMG安侯建业社会企业高峰论坛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 因为有KPMG的付出 我们才能在这里齐聚一堂 非常感谢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底下 做生意的唯一目的 就是尽可能把老板啊股东的利益极大化 所以有的时候呢 创业者会面临两难的取舍 例如像说右边是经济发展 左边是环境保育 或者右边是成本控制 左边是公平交易等等 那社会企业的出现跟茁壮 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路径 也就是说 做生意不再只是为了利益分配 而是可以有更丰富的社会使命 除了带动经济活动 创造就业机会之外 同样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 以至让各位有志的朋友 能够实现理想和关怀 目前呢 行政院正在推动公司法的全盘修正 相信大家也了解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公司法开宗名义说 公司就是要赚钱 就是以盈利为目的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从这里面 不要把没有赚到钱 就叫做失败 或者是说赚钱赚得比较慢 就叫做失败 或者是一定要短期之内 炒作到大钱 才叫做成功 这个概念把它加以扭转 有没有可能让企业除了盈利之外 也可以说 我想要进到什么社会的使命 社会的目的 只有那个成功 我才算是成功 这样子的概念呢 要怎么样入法 或者是说 是不是修改其中一条就可以了 还是我们需要一个专节呢 或者一个专章呢 这个想法的权衡 是我们重点的讨论项目之一 我们在v台湾.tw这个线上政策讨论平台 从12月17号开始 我们陆续有把一些焦点座谈 逐字稿 都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 如果各位有任何想法 在这个月的线上讨论期里面 我们目前在七个讨论话题里面 有大概三十几个各方的意见 欢迎各位呢 在1月16号截止之前 透过email 或者是透过线上留言的方式 来提供宝贵的想法跟建议 任何各位只要提供建设性的建议的朋友 我们都会邀请各位到线上的咨询会议 邀请相关部会的同仁 参与修法专家学者 跟各位利益相关人 一起面对面的座谈 届时也希望各位可以拨容实体来参加 或者是透过直播线上call in的方式来参与 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这一次论坛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